大家好,我是阿飞 最近野生菌挺少的 所以我就没有上山去采野生菌 今天去底下小镇上走一走 带大家去逛逛底下的菜市场 顺便去买点菜 其实这个小镇给我的感觉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我下来的时候是中午10点钟左右 我记得晚年人比现在多多了 菜市场里也空荡荡的 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我下来都晚 但我下来这么多次 给我综合的感觉就是人真的变得越来越少 我特别喜欢吃豆芽 可能是最近才喜欢上的 在我印象里小镇上的蔬菜都特别便宜 称五块钱的豆芽就可以称很大一堆 两块钱一公斤的莲花白 这五个莲花白六块钱 给我吃好几天了 我一般下来买菜都会买一些比较放得住耐储存的蔬菜 因为过一小段时间 我的财运人自立也会非常丰富 小镇的菜市场之外 经常会卖一些特殊的食材 一些野菜啊 野生菌啊 中药啊 什么都会卖 看这里有一堆野生菌 这些也是野生菌 但我看了一下 大多数是乳牛肝菌 一种味道很普通的野生菌 小镇上的水果汤 种类还是挺多的 还会有一些附近的果农 把水果拉到小镇上来买一些椅子 这个绿色的椅子在我们本地叫它清脆里啊 还有有一些野生菌 而且我发现了青头菌 就是绿色帽子这个菌子 远处这个 当紫色这个 我仔细看了一下 是紫荷牛肝菌 都被太阳晒的 像爆米花的 红色的里子 这个我的果园里也有 今天买了 包姜豆腐 还有臭豆腐 好臭啊 这个味道 然后大包的豆芽 还有一些 卷心菜 这盆豆芽正好够 够我吃一天 就是早上吃一半 下午吃一半 那这就是云南的包姜豆腐 这一点的三块钱 哦 三块五 三块五毛钱 我也没数多少个 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因为炸出来就是稀稀的 很好吃 炸出来 炸面是有点稀稀的 这盘豆腐呢 两块五 今天吃臭豆腐 包粘豆腐 还有豆芽 还有这个 这个是叫什么呢 上次的肉末炒那个杂菌 很杂 还有个蘸水 今天的伙食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我 我喜欢吃的这个 煮豆芽 这个呢用来泡饭的 全部来的吧 先来一口 蘑菇泡饭 和上次的味道是一样的 和上次的味道是一样的 嗯 不过嚼上去里面就是稀稀的感觉 特别不错 就是嚼上去以后稀稀的感觉 特别棒啊 里面稀稀的外面有生脆脆的壳 不过现在已经没那么脆了 嗯 嗯 这块锡 又里面的就那个 像是乳化了一样啊 像乳腐 哦腐乳 特别棒这个豆腐 如果大家来云南的话 一定要尝尝这个 包姜豆腐 大部分的这个菜市场 都能买到包姜豆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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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试试臭的哈 特别臭 嗯 臭豆腐其实没有包姜豆腐那么好吃 嗯 嗯 再来一块 不过这些豆制品啊 我真特别喜欢吃 醬料呢就是普通的醬料 普通的干醬料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吃豆芽吗 是因为上次我去上里采菌子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在吃草的水牛 还是黄牛来着 我就看他们吃 感觉他们真的吃得非常开心 特别那个脚草的声音 还有那个拽草的声音 让我觉得要是我也是头牛就好了 然后回来我就弄了点豆芽 吃吃看 我也想找一下那个做牛的感觉 就选到了豆芽 然后真的让我找到了 做牛的感觉 再来一口 想象一下 我现在在一个内蒙古的大草原里 那里的草非常的嫩 像这个豆芽一样 然后呢 我就在那里进食啊 那这样 就贼棒啊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吃完草 我肯定到处蹦打 吃饱了 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我吃草 吃饱了 然后就疯狂地奔腾在那个 内蒙古 大草原上 再吃一口 帮助我 帮助完成幻想 不行 我不能想了 太幸福了 如果是这样 也会有两个 就像这样 一般的 我吃了 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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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 吃不得 吃不得 不得 吃不得 吃不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